最近特别没有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不知道是不是房价的原因 总是在打开电脑后又拿起了手机 而且这种状况会越来越糟糕 第一天只是玩几分钟 后来也变成几个小时 最后一个早上都在玩手机 没有工作 每次这样的状态我就会很焦虑 然后我就会把这一切责任都归到手机上 我再也不想离手机了 我去运动 去做家务 看电视 总之我不想看到手机了 虽然也没有在工作吧 但现在对比玩手机 汤不会让我觉得在浪费时间 好小白 我发现闪闪发光的人带着一股感染力 发光的本质是热情 坚持和勇敢 所以每当我没有前进的动力的时候 我就会去看看我喜欢的明星 我主的视频或者中意 看到他们充满热爱的样子 我又怎么舍得浪费这大好的时光呢 趁着这十分的动力啊 赶紧去做了个规划 然后看着这些小目标 整个人一下子就像上了发条一样 迫不及待的想去一个一个实现 人生呢 还是需要一些期待和向往的 兴致匆匆的看完了这两本没看完的书 之前小伙伴说想了解金融和投资 那这两本书就分别很系统和生动的讲解了金融和投资 而且很通俗一种有趣 没有基础的人也能看明白 有记者的人也能从中获得一些新的观点 总之是蛮不错的两本书啦 人呢 一旦进入到状态呢 就会进入到一段持续的状态 无论是开心自律 我们都不可能无间断的持续 但是可以一段一段的持续 所以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断的去找到状态 然后在状态很好的情况下 抓住机会去完成小目标 可以修复肌肤 可以修复肌肤 可以修复肌肤